现在我正式跟大家讲 有中风的迹象 检查出来确实 他的后脖子的血管有两根堵扇 然后脑部也有血块 抓东西都抓不到 而且右眼逐渐的看不见 李亚平耿叶症时 于天中风 瀑病矿脖子血管阻塞脑部有血块 74岁于天惊传中风住院 妻子李亚平26日上午面容憔悴 被出面受访 透露于天嘴行病况 我知道今天大家都是为了余大哥 到荣总去住院的事情来的 现在我正式跟大家讲 有中风的迹象 而且前几天 其实医生说 他那个就是已经有点点小中风了 余大哥最近因为 我们两夫妻全家了 都为我二女儿的病情都很忧心 因为他的情形一直不停地在恶化 那一下子肾积水 一下子狂胆 所以说非常辛苦 那余大哥心里面也很忧心 再加上现在地方选举 那有很多好朋友在参选 他不得不跑 这么热的天气 那每天 现在国会其实休会 他还是每天到国会来 我也替他很辛苦 他每次回家来 他说好像要热昏倒了 其实我知道他是心力焦脆 就等于是为女儿的事情 晚上也很难睡得很安稳 我那天看他的眼睛 右眼就整个肿起来 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衡 一边高的一边低的 还有他的手 右手跟右脚都抬不起来 都抬不起来 然后也抓东西都抓不到 而且右眼直见的看不见 我跟儿子都发现到 有点点不对 你知道吗 有点不对的话 就逼着他到绒种去 到绒种去的话 现在检查出来 确实他的后脖子的血管 有两根肚散 然后脑部也有血块 还好就是 即时的到医院 所以现在吃凝血的药 就等于是让他去慢慢刮掉 但是以后就是要注意 有任何的情况 就是要随时到医院去 本来我也是要到医院去检查 因为我前天是在家里的大理石上 刮了一跤 撞到头 摔到头 摔得很严重 你看我的手 整个都摔成这样子 那可是我要照顾他们两个人 所以我就先让 我心想于大哥先检查完 我再去检查 没有想到检查现在就是 最少要在医院观察 五天到一个礼拜观 有什么用药的习惯吗 平时他都没有用药的习惯 而且他这个人任性很强 他每天只有睡五个钟头 我是觉得他这样子太劳累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为女儿的病情 一直在恶化都没有进步 是我们最忧心的事情 关注 对 我还是不死看的 我还是不死看的 是 啪啪啪